中国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舟遭湖南长沙警方 以涉嫌损害商业性律罪刑拘,引起各界关注 25日,有122人联名要求释放陈永舟 经历者包括多位知名律师 26日,中共喉舌央视报道 陈永舟招供受人指使受人钱财发表实时报道 引起网络上一片质疑声音 10月25日,由多位大陆律师和维权人士发出的 捍卫记者权力,释放良心记者陈永舟呼吁书 已有122人签名声援 书中呼吁保障记者职业权和职业尊严 签名者欧阳京华表示,不相信央视的报道 有网友发帖讽刺说,只要抓起来就会全招供 还附上陈永舟、薛蛮子、董良杰、秦活活 周禄宝的招供视频链接 新快报记者陈永舟,19号被跨省刑事拘留 原因是发表了15篇揭露长沙中联众科公司财务问题的系列报道 新快报23号期连续两天在头版呼吁释放陈永舟 表示将采取法律手段,全力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益 这是相当罕见的大陆媒体与当局的对抗 新长人记者熊斌金童采访报道